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潮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土豆非常好吃的做法 特别是放暑假的时候 土豆你就拿来像我这样做 我们家的小孩子特别的爱吃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挑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黄心土豆 因为这种黄心土豆皮薄入厚 所以我们一定要挑选黄心土豆比较好吃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个刮皮器 把土豆的外皮全部给它刮干净 土豆的外皮全部刮干净以后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把土豆四边我们全部切掉一点 把它切成长方形 切好以后再改刀把它切成一公分的厚片 最后我们再把它切成一公分的条 接下来我们把土豆给它切成小方块 把土豆切成我们鼠中这样的小方块就可以了 土豆切好以后把它装入大点的碗里面 接下来碗土豆倒入清水 因为土豆切出来以后里面有很多的淀粉 如果不把土豆的淀粉清洗干净的话 那样土豆也不好吃 所以我们第一遍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再倒满清水 我们再把土豆给它浸泡一下 浸泡的同时我们加点白醋 防止氧化变黑 土豆浸泡10分钟以后 我们再次给它清洗一下 把土豆里面的淀粉完全给它清洗干净 再把它捞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接下来碗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我们用白糖把土豆给它腌制一下 白糖腌制过的土豆非常的甜脆 吃起来的口感也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我们腌土豆的时候一定要用白糖 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 准备一个小碗加入多一点的番茄酱 再加入两大勺的白糖 再加入一点生抽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点白醋 再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料汁给它调好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丁才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入味 搅拌均匀像这样子先放一边 土豆这个时候我们腌制好了 看一下腌出好的水分 这里切记千万不要清洗 然后把土豆拿出来倒进一个大一点的碗里面 接下来在碗里面加入一点土豆淀粉 再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让所有的淀粉和土豆给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快速的给它抓拌均匀 让每一个土豆和淀粉给它融合在一起 抓拌均匀以后准备一个漏勺 我们要把里面的淀粉给它过滤出来 先放一边 接下来起锅多倒一点菜籽油 菜籽油的腌点比较高 用筷子试一下冒没几的小泡泡 准备油温就可以 然后把土豆全部倒进油锅里面 这里我们开小火慢慢的给它炸 我们要把土豆给它把里面的水分给它炸干 把土豆炸至金黄酥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在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全境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土豆丁我们要炸至金黄酥脆 这样土豆丁吃起来才比较有味道 所以我们炸土豆丁的时候 一定要炸个五到六分钟左右 直到土豆丁慢慢的变色 看一下现在就差不多已经变色了 这个土豆丁也变成金黄色了 大概还要炸一个一到两分钟左右 把土豆炸至浮起来差不多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我们就还要炸一下 再炸个二十秒 差不多我们控油捞出来 再放到漏勺里面控一下油 把油温升到200度 再把土豆丁放到锅里复炸一下 这样土豆丁吃起来就比较酥脆一点 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比肯的鸡做的还要好吃 再次炸个一分钟之后 控油捞出来 再次放到漏勺里面 接下来起锅 我们把芳茄酱放到锅里 开小火慢慢的给它翻炒一下 把所有的白糖和芳茄酱 把所有的白糖和芳茄酱 给它融合在一起 冒冰几个小泡泡 看一下像这样子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把炸好的土豆丁放到锅里 开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哇真的是太美味了 闻起来都太白的好吃 翻炒均匀以后再撒上白芝麻增香 继续开大火 开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这样就差不多做好了 将它盛出来到入碗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土豆丁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太白的爱吃 做法还是非常的简单的 如果大家就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